KTV門口一群男子你拉我車 下一秒黑衣男竟拿起滅火器 瘋狂噴灑場面瞬間失控 對方拉氣指向夢丟 但男子繼續噴 眾人消失在白煙當中 守望遠景見狀想上前制止 卻也被粉末嗆到難以靠近 趕緊呼叫支援 我只蹲下了 你給我哭的就這樣 我電池被打 就這樣再給我幫你處理 你給我哭的就好 支援警力趕到場 一群人還弄沒完 心臟笑的啦 我在臉要拜託啦 不願配合還嗆緊有夠大聲 五十塊兩十塊啦 好不好 我來處理啦 就這樣你配合就好 就是蹲下 好說帶說才乖乖蹲下 4號凌晨3點多 新莊中華路這間KTV爆發衝突 現場滅火器粉末灑滿地 機車被推倒也被粉覆蓋 不只路旁警車無辜遭殃 連一輛黑色兵力也慘遍白車 民眾看傻眼 一群人跑過來 警察衝過來 就看到白天 因為 就看到滅火器 以前的老兵手 都噴到整個都背 原來當時許姓男子等四人 與吳姓男子等三人 從KTV離場喝醉互看不順眼 雙方搭電梯 為了誰先進去 吵得氣噗噗 許男直接在門口拿起 店家滅火器狂噴 雙方全遭十五名快打警力 壓制送辦 並沒有毆打的狀況 店家就滅火器的部分 提告毀損罪 警方開啟病例搜查後 沒有違禁品 不過只因口角就囂張 狂噴滅火器 雙方七人全遭法辦 記者 就是 不是 頂張